人生在这个世界 非常短促 纵然是一百年 也是弹指之间就过去了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到这个人间来 到底为的是什么 做了些什么 那后面的结果又是什么 有几个人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 多少人 把这一生大好时光空过了 就真可惜了 中国古人 有所谓人生在世 至少要做到三状四倾的一状 立功 立得 叫三不休啊 真的不休啊 如果这个星球毁灭了 什么都完了 这三样东西一样都不存在 假的 假的 不是真的 生灭法里面 确实有一个不生灭法 那是永恒的 如果把这个不生灭法找到了 那这一生就没表过了 那这一生就没表过了 在佛教书语里都叫做 成福之道 那什么是福 自己本来是福 这个话 是释迦牟尼佛在《华言经》上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你只要回归本位 你就圆满成就了 你这一生就没本来了 能回得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 方法很多 就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而且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任何一门都能够通达自信 就是明心见心 就是臣服 臣服的道 太广了 门门都是 那要怎么样修才能成就呢 没有别的 就是专义 今天 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 一心专注 你就能够达到一切的目标 这个话 三千年前 佛受过 释迦牟尼佛讲过 致行一处 无私不斑 最大的事 最大事 最究竟的事情 就是臣服 你可以做到 小事情 身心健康 永远不会生病 青春常住 能做得到 不是做不到 这在世出 世界发 这小事 这不是大事 问题出在哪里了 出在我们的心 不能集中 散乱的 妄念太多了 所以 把我们的身心伤害了 我们居住的环境破坏了 那我们明信心心 更是渺茫了 散乱心所致 能把散乱心收回来 回归到异性 问题就解决了